最近檢碼多檔的高股CETF 尤其是檢碼最多0091900929 要請教馮總監 為什麼會鎖定這兩檔一直賣 我想外資的操作 跟我們大部分的投資人 是存股是不太一樣 他們主要是因為說 有一些成分股 他可能還來不及賣 其實有時候他們會藉由ETF 賣出的一個方式 來把他的手中持股進行解碼 雖然外資看起來賣超非常的多 但是我們臺股投資人不離不棄 因為現在高股息ETF的受益人數 越來越增加 整體的一個六十五檔 臺股的這個ETF的受益人 已經到九百九十四萬 要到千萬大關 將近臺灣要二分之一的人口 其實主管機關要考慮一下 這個一千萬 其實應該要頒個獎給各投資人 因為大家真的是不離不棄 在所有裡面受益人增加前十名 有五檔就是高股息 那裡面又以計配息 並不是月配 為什麼不是月配型呢 我覺得主要還是跟績效 有很大的一個差異性 那麼今年以來我統計一下臺股 大概漲了將近二十八個 那麼在這一些所有的高股息ETF統計到昨天的績效呢 居然只有零零九一五的績效 是贏了臺股加權指數 沒錯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我們先以第一名的零零九一五 零零九一五在去年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好 他去年的績效已經差不多有六成左右的一個高績效 今年持續他的高績效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在於他的一個選股的邏輯 他的選股邏輯 如果你攤開他目前的一個成分股來看的話 你可能不覺得說他成分股有一個 什麼樣讓他有突出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七月份的時候有進行換股 所以我把七月份換股之前的重要的一個成分股 攤開來看就知道說 原來雖然他沒有臺積電 但是為什麼他的績效還可以這麼突出 因為他裡面有紅海 光是上半年的績效 都貢獻了一百零五個percent 長得比臺積電還要多 還有包括什麼遊戲的股王 星象 上半年就漲了八十四個percent 雖然他除拳完之後漲更多 是 賣的有點早了一點 其他像二四零四的漢堂 九九三九的紅拳 智善 立成化漢 這些個股都是他七月份換股的時候 把它踢掉 但是呢 十足的在上半年 有賺到他的一個資本利得 所以整體的一個狀況 讓他一個績效是非常的好 那當然除了00915之外 我覺得還有幾個亮點 像00713跟918的部分 其實他們的跡象有差不多 在二十個percent左右 最主要就是在低波動的一個選股邏輯上面 有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建議投資朋友就是說 我個人覺得說高股息 還是有厲害的地方 但是你可能要從這個選股邏輯 跟方向上面去著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然後現在這個美國 對中國大陸的這個制裁 還在持續 那麼連細光子都被盯上了 我們稍後來了解 美國馬上要舉行總統大選 但是對中國確實絲毫都沒有鬆手 包括拜登政府已經敲定 他們對於這個 中國AI投資的禁令 在明年要正常上路 我們要再請教陳顧問 現在連細光子也被鎖定了 對 怎麼說呢 因為路特報導 美國眾議院 他的幾個眾議員 有籌組一個叫 中國特別事務委員會 對 他現在敦促商務部要審查 中國發展細光子技術 可能對美國的安全造成威脅 那這個 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後來到商務部通過的話 這個對美中科技戰影響很大 為什麼呢 目前美國前置中國的半導體 是先進製程 先進封裝 美國並沒有 對 那我們都知道細光子是先進封裝 一個一個比較更更嶄新的技術 對 比較新的技術 對 那如果說細光子 這一個經過中國 中國發展委員會通過 然後商務部也決定 潛制中國發展細光子的話 那這樣的話 美國在那個晶片站 就會從先進製程 擴增到先進封裝 這對美中的晶片發展 尤其台灣的晶片發展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台灣的先進製程 目前還是做到世界第一 對 這個對美中台之間 到底有什麼影響 因為現在全球的光通訊 前十大有七家是中國的 是 另外三家都是美國的 例如第二名的Koran 第四名的Asia 跟第十大的Mavail 那這些呢 他們現在都是找台灣代工 對 如果說美國未來會